今天的Cost美股周日报呢 将由我嘉伟老师来跟你们分享 这个已经很大discount的中国公司 到底你可以不可以有机会进场 那我之前呢跟Dr.Cost呢 一起在很多的期权一般课程呢 分享了让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学生 可以在马来西亚赚美金的这个技巧 今天呢我也会把这套系统呢 分享在这个公司 让你知道怎样子 你也可以赚这个美金运用期权 只要你看到最后 那我就会给你review 这个secret of making USD using这个中国公司 OK 那这个video呢 分享的所有东西呢 都是我的这个知识和经验 大家在做买卖之前呢 要经过自己的系统去考量 去评估 OK 好 那今天呢 这个中国公司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 京东 京东这个公司啦 所以第一次听过这个公司呢 你可以dip JD在那个YouTube的comment下面 那我就会知道 你是比较新的在投资的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所以京东呢这个股票呢 它已经下跌了差不多60% 从最高点下来 那这个公司呢 也是我们在上两个礼拜的时候 举行的这个巴菲特投资法则里面 我们的学生呢 他找出来的一个课程来的 so 在这堂课来讲呢 我们找出来这个公司过后呢 我们的学生发现到 有一个东西的 这个公司的潜能 我们可以去抓紧来赚钱的 so 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so 为什么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公司呢 它是因为符合了我们的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公司 好公司的一些特征呢 它符合了这个便宜的价格 它也符合了这个我们说的高成长 去到现在比较稳定成长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有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呢 JD.com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要去研究的 那它大跌了64%过后呢 诶 一个这样好的公司 为什么还会大跌这么多呢 所以呢 Let's go through again 用我们这个巴菲特投资法则的 criteria 来看一看 好 so 那我们的巴菲特投资法则 过后呢 我也会跟你们分享 到底是怎样子去看 它的技术分析 它到底什么时候该 比较适合去进场 然后我们再用期权来去赚起美金的 这个被动收入 so 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巴菲特投资法则要看的 这个公司的expect 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这个公司的vision and mission so 这个京东这个公司呢 它其实是要用科技啊 来帮助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的这个productive 还有sustainable的这个 我们讲 让人类可以去购物更方便啦 ok 但是它这里 它的mission没有讲到购物这个东西啦 虽然说它现在是坐着在这个购物的方面 就是让大家可以在网络上 用科技更方便的去生活下去 呃 它的这个mission呢 我觉得是很大的 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so 但是我不会觉得是很visionable的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跟科技有关系 所以我会给它一分罢了 ok it's a simple mission and mission 那 Jedi.com呢 这个京东呢 在中国呢 到底是什么生意的呢 它是做的什么的呢 它其实就是跟你在马来西亚用的 Shopee Lazada 类似的 只是说它比较focus在于 科技类的产品 so 你们可以看到呢 Jedi.com 在全球都可以有它的website来上到的 那它是 built一个platform that 可以有给你提供这个e-commerce logistics internet finance 就是金融 crop computing 还有smart technology ok 它甚至有这个人造 drone 就是我们的人造 呃 运输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简单来讲就是 就是用科技 在它的生意上面 带给我们用户方便 ok 那 讲它的生意 它的生意是什么呢 它用什么来赚钱的呢 竟然是这样的话 它赚钱的方式是通过这个最主要的东西 就是 京东零售 还有京东工业和京东健康 它把 它的这些 科技产品啊 它的这些零售产品啊 它把它的那些药物啊 放上网卖 那放上网卖的时候呢 它用它最先进的这个科技 最 啊 我们讲targeted的 targeted的方法 它知道你要用什么产品 它知道你的习惯 它就会推荐这些产品 去到你的 platform上面 你每次上网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给你选定 推送你 适合买哪种产品 这个是京东很厉害的一个platform that's why 很多人喜欢在它的 平台上面买东西在中国那边 哦 因为便宜 而且也是有品质保证啊 就是比起 阿里巴巴 跟Ping多多的话 ok 那它除了做这个零售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 improved margin 就是说它有在尝试着 让这个行业呢 这个segment呢 再去赚钱 因为其实你们知道哦 做零售啊 在网上来讲是很烧钱的 因为京东用的是自己去创造它的物流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最近呢 它把这个京东物流跟它分出来了 什么意思呢 你们懂不懂 亚马逊在美国啊 他们其实为什么这么大 它是因为呢 你在亚马逊上面订东西很快到 京东也是一样 它甚至今天订 下午可以到了 如果你的这个 area里面呢 有它的京东物流存在的话 它是很恐怖的一个东西来的 一个network来的 所以京东呢 就把这个物流呢 也是放上网了 让很多人都可以 享受到这个很快的服务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呢 还有solid growth with break events in the quarter 就是 越来越先进的这个物流啊 让很多人喜欢这个product 那 还有intracity delivery 也有property的这个行业 在最近呢 这个它开发了 京东 京东参发 京东国际 它最近呢 也去收购了这个东西 叫做达达集团的 让它可以直接monopoly啊 整个的这个运输的这个行业啊 越来越强大 让它的这个产品 可以更快的达到用户手上 ok 那好 so京东呢 它采取的方式呢 其实它是做这个 business to customer的这个行业的 它也是有business to business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它有am着那种做批发商的人 批发商就是老板嘛 所以就是做business to business嘛 可是呢 它也是有在它的market place 就是说它很像shopee这样子 放一个店在那边 在online的店 它让我们的 third party merchants 或者是让我们普通人民百姓 上去它的平台 去购买京东上面的产品 so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因为人人都可以用它的产品 那 它的revenue growth strategy 是什么呢 它最近呢 已经是发展到蛮大了 所以它现在呢 主要的这个手段 就是它会去购买一些公司 比如说达达 logistic 一号店这些等等 它看到可以让它扩张它的 这个物流行业的 它都会去给它收购下来 因为只要我掌控好这个物流 customer很快得到产品 满意服务 我就会选择用你的平台 ok 那 京东呢 它也是有 different level sector 通过这几个它build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 投资在这个京东呢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它不只单单是retail 就是零售罢了 它还有运输啊 它还有地产这些东西 so 等这些东西慢慢build上来 哇 京东的潜能是无限大的 ok 好 那现在呢 它是16.9%的占有率 在这个中国 for by retail 零售的话 阿里巴巴是17% 所以就是说 它其实是还有能力 可以去吃掉阿里巴巴那个份额的 它是后面主义的这个竞争者 so 那这个呢 如果说 中国的以后的人口越来越多 甚至说 消费能力越来越大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京东 是慢慢的会有更加大的潜能 ok so summary so 我会给 这样的分数 4分给这个business expect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这个经济护成合的部分 so经济护成合来讲呢 它有这个network effect 越多人在这个京东的平台上购物 会让我想要在那边卖东西 越多人在那边卖东西 也会让我去那边购物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多人在它平台运用 会增加Jedi.com的价值的 第二个呢 就是京东呢 它其实有很多的patterns 就是 很多的这个系统 它运用了来找targeted audience 是它在注册的 所以呢 品牌也是在中国很强的 只要你去中国 没有人不认识京东这个物流 京东的这个网购啊 ok 那第三个呢 就是cost advantage so它自己呢 是因为它有build out 它的货倉 它也是build out 它自己的team 所以呢它可以减少 那个人家在它的网上 购买的那个delivery fee 我们讲的叫运输费 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的cost advantage 因为是它自己build up 的system 那switching cost 如果说 你在它的平台上面 成为卖家的话 其实呢 你要换另外一个平台呢 来卖的话呢 其实你会失去它的系统 因为京东呢 已经帮你 有很多那些客户的data 京东用它的科技 它会帮你去选择 你要的客户来源 让你去打广告这些 它都有这个系统 在京东的这个平台 跟我们的shopee这些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京东它更加强在这个系统 ok so 经济护城来讲的话 就是有三分 and越高分五分呢 代表这个公司越南被人超越 那三分的话其实也不错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for financial expect for financial expect 来讲呢 京东现在呢 它的现金流啊 是positive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再看这个公司 你可以看到 早期呢 它的现金流是negative的 也代表那时候有破产的风险 那现在来讲呢 它是成立一个 正的一个现金流 ok 那我在最近这几年来讲 2022年呢 这个website还没有update 但是我有去查了它的财报 是有这个positive的现金流的 那好 它的revenue growth rate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当这个公司成立了十年过后呢 它已经大到全国都有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revenue增长呢 是会放慢速度的 ok就是%率放慢 但是它的赚的钱还是每年越来越多的 只是那个成长率越来越慢了 所以这里呢我会给它一个零分 这个是一个要aware的东西 那接下来资产负债表 这个比较可惜的是呢 因为京东呢 它是大量的去收购买很多货仓 build up 那个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系统 在早期的时候 前十年的时候 会是很少钱的一个东西 因为买这些东西都是很贵的 可是它为的是最后长远的这个路 它的这个物流系统越来越强的时候 每个人就会依赖在它的平台上买东西 因为你想一想 你买一个电器产品 两个礼拜后才到 你一定很怕的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买一个电器产品 诶 一定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会到 哇 它做到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喜欢嘛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它烧了很多钱 也导致它的资产负债表是 比较危险的 就是说 但是它是一个大公司 它有能力去融资 找到钱 所以 这是个问题 这个公司 ok 好 那 for financial aspect 总的来讲呢 它只有一分啦 它的财务状况 对我来讲的话 是一个 healthy business 那它是亏损很大的公司 可是因为它有能力去找钱 进来在它的公司 所以 如果投资这个公司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只是 你要懂 它的为什么 它的原因 为什么这样子发生 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 管理层 管理层的话是这个雷徐 这个JD的CEO 在2007年 他是 Marketing Consultant 那他加入了过后 他现在 被身指成他的CEO ok 是在这个retail的CEO 那 这个刘徐呢 刘强东呢 他有这个 6% 大过6%的这个 insider ownership 在这个 京东的这个公司的 so 是一个很强的一个percentage 13.3% 也就是说 今天他会 尽可能的让京东这个公司做到很好 这样子 他的财富才会跟着一起增长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这个京东这个老板呢 其实在最近的这一年呢 他没有给到任何的指引 因为你也知道 最近的这一年 这一两年内 股市 我们讲不要股市 这个金融世界来讲呢 人们的需求都不确定 因为高通货膨胀 高利息 对不对 然后最近有什么打仗啊 还有很多的中美的这个 这个经商的关系啊 等等的 所以呢 很难去评估 那个老板也没有给这个guidance 那这里呢 我只可以给他零分啦 好不好 ok so 简单来讲呢 management来讲 他是有很强的 股份在里面的 所以我不一不觉得他会乱乱来 在做这个公司的前进 只是说 现在因为行情不好 所以他也很难评估啦 那好 so 到我们的Warrant Buffer PC Bar 我会给这个公司是十分的 他是强的公司 强的公司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个公司呢 他是可以加入我们的菜单 只要在合理的价格 我们就可以进场这个公司 那如果是Bulletproof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 啊 开始去买了 只要你买 长期来讲 你是赚钱的几率会比较大的 Strong的company呢 如果你直接去买呢 你可能要等比较长的时间来赚钱 除非你买到便宜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公司未来的前景 before我们看他是便宜还是贵 所以最近来讲呢 他有给这个offer discount across shopping platform 呃 在这个campaign 叫10 billion campaign 来吸引 users 去刺激这个中国的经济的 因为最近 中国经济也不是很好嘛 所以他们就有放 先锡这个东西 所以京东呢 呃 他在做这个campaign的时候 其实他的竞争对手也是会跟着一起做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但是这个是一个良性竞争啊 他会让整个中国市场的人民开始去带动这个经济的 也可以推动到消费 那三个公司都可以一起赚钱 那最近呢 京东呢 也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他的股票涨了 因为京东这个公司呢 他决定要把他的 呃 刚才我们有说嘛 他有京东 他有物流 还有他的这个网购平台跟物流 还有他的property 还有他的健康领域 呃 所以他打算现在要把他的这个property呢 分开来 还有他这个 呃 商业的这个领域呢 分开来上市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这个事情呢 他可以让这个京东 再拿多一笔资金 在这个property的那个领域那边 也可以让这个industrial unit呢 拿多一笔资金 为他去分开上市的时候 也就是这样呢 每个人就现在要重新去买京东的股票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好 但是呢 讲到这么好 也是要知道他的风险 remind大家 again 他没有未来的指引 他没有这个 呃 很强的growth margin 也就是说 他一直要推出一些campaign 来吸引顾客 也就是这样子会伤害到他的这个 呃 毛利率 就是说他其实 为了要博利多销啊 为了要得到更多更多的customer 那第三个就是有 呃 这个地方的政治风险 因为我们也知道嘛 呃 如果你投资在中国股票的话 中国市场有什么问题的话 会影响到啊 Estatement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政策方面呢 跟美国是有些冲突的有时候 所以你投资这个中国公司的股票呢 你要知道这个风险 ok 那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内在价值啊 好不好 so for 巴菲特投资法层里面呢 我们用了这个 亏钱的公司 JED呢 他现在是一个亏钱的公司 Net Income Negative 但是他的Free Cash Flow 是positive的 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呢 他的毛利率太少了 所以他拿到的钱也是 太少在他的口袋 那他在给的员工这些就是亏损了 只是他有办法去借钱啊 融资啊 所以他这个公司是还ok 不会倒闭的 那我们这样看来讲呢 我们是要用EV Oversales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呃 给0.4的这个 multiple的话呢 今天呢 for我们的这个京东 他应该会得到的价钱是 38块5毛5 如果说我们要按照巴菲特的 margin of safety 他的价钱会是30块8毛4 ok 那我们来看看图表 到底现在京东是在什么价钱啊 ok 来 let's go 图表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这个是不准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呃 charting 方面 哦 所以来到我的这个图表京东公司呢 他现在呢 是在43块美金 呃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他去到过了30 38块 ok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巴菲特投资法车的 计算机算出来了 38块5毛5 so 他的20% 如果你要买很便宜的话 你就要买在30块8毛4 但是你要知道最近的一年内呢 他都没有达到这个30块8毛4 的价钱 所以呢 我本身认为呢 下一次再动到38块8毛半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进场价格 他是两年前的价格 如果大家看的话 哦 那现在呢 呃 大家已经错失了这个 买在便宜的价格啊 哦 so 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运用期权的方法 或者是 你可以等到这个公司有稍微的回调了过后 你再选择去运用期权或者是买股票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可以做什么方法了 so for 我自己本身来讲了 如果说你可以做期权的话 现在是43块半嘛 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呃 40块 或者是40块的话呢 你会拿到 差不多60块美金的这个现金流 哦 就是说你需要准备4000块美金 你可以赚60块美金 那如果说你做43块半的话 你可以拿到177块 如果我们去算他的这个呃 呃 ROI ok 我们来算一下啊 你会拿到4%的这个ROI 如果你是做 保险公司策略 在这个 呃 净动的这个股票 而且 如果说你最后拿到股票的话呢 你的成交价格差不多是40块 所以如果说 你 不要买他这么高的话 你可以等他股票回调先 又或者是 你可以做远一点点 你做这个61块的话呢 你也是有差不多 呃 1.5%的这个 呃 回报率在差不多20天的时间里面 这个Self Put 40块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 如果说哎 你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做这个保险公司策略 或者是呢 想要做其他更少钱的 比如说你没有4000块美金 你只有1000块美金 要怎么样子用期权在 京东这个股票赚钱呢 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好康 我们终于开放了 让我们YouTube的观众们 再报名我们的七权为王的 这个课程 或者是报名加入我们的这个社团 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呢 七权为王呢 是有三样东西的 大家可以用的 来帮助你 像今天我讲京东这个公司嘛 你可以加入了这个七权为王的社团过后 你可以赚着很多美金 赚着什么美金呢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学生啊 你可以看到最近呢 我们的学生也是一样 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一些公司 这学生赚着400多美金 494美金就是2000马币啊 然后这个学生啊 他的资金不大 他赚了10多美金 在一天的时间 这个学生赚着125美金 就是500块马币 这个学生呢 他说他最近呢 亏损了做了期权 但是呢 他用了两个月时间 再用期权呢 他可以做200多美金的这个 profit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学生呢 200多美金 100多美金 OK 乘以4就多少了 这边500多马币 so 我觉得这些技巧呢 都是大家要运用来 用期权的方法 这个公司 square 上个礼拜我们有分享到 在我们的YouTube live 这个学生也是赚着300多美金 1000多马币 so 问题是怎么样子加入我们呢 所以 方法很简单 大家 只要加入我们呢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 30个期权为王的课程 你现在看了这个视频 你马上报名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video recording 你可以马上像那些学生一样 去用我们的期权方法 step by step 里面怎样子做 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保险公司策略 用在京东 你可以马上获得那个视频 然后呢 这个视频里面 有讲怎么样子选公司 怎样子去做 刚才我讲的技术分析 找到公司内在价值 都有在里面 再加上呢 里面你可以懂奖子操作 奖子开户口投资都OK 然后你也会获得一年的这个membership support 这个里面呢 就是刚才我show给你看的 大家学生在里面赚钱 亏钱 他都在里面分享讨论 OK 这一年support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那最后呢 就是 你还会获得这个三天的live class训练营 which is很重要 that你可以来到我们三天 你可以看到我们face to face 问问题在zoom上面 online的 你也可以问回你视频里面看了不懂的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support group里面 做了一些trade过后 你不记得的来到我们的这个课 你可以懂怎样子做 那我们的三天的课时间呢 是14号 15号 16号 4月的时候 9点半到6点半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来到这个时间 你可以 问我们去到别的时间的 那怎样子报名呢 你可以去询问我们的这个教练团 你可以问我 或者我们教练团子星 尊善和Jeremy小教练 那所有这些东西呢 只是需要 马币1588 马币 你就可以获得了 我刚才所有奖的东西 而且你还可以用分期付款的 如果说你是外国的 呃 观众们 没有关系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 这些号码record到下来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下面的 description 找到我们 ok 那最后呢 非常欢迎你们加入我们 这个21 days 这个投资教育平台 来学习七全一般的课程 如果说你现在还在忧郁的话 不要再忧郁了 你可以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继续的follow我们 跟踪我们 我们也会提供这种免费的教学 让你们知道的 如果你真心想要 deep deep的走这个投资的路程 非常欢迎你联系我们 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一起学习 这样赚美金在马来西亚 只要你可能 就不会做不到的 ok 好那最后呢 我们的这个7 rule for successful investing 在现在的这个行情呢 呃 呃这7个rules来讲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大家要持续的 呃保持这个5年的投资期限 因为现在的股市行情 比较动荡一点点 所以你要 有这个desire 度过这个市场的波动 那如果说你在继续有犯错的话 你要继续的学习专注 就好像刚才我share给你那个学生 他亏了90多美金本来 可是他没有放弃 他继续的相信这个期权系统 这个我们的21 day系统 他最后也是赚到了美金 好那今天呢 我的这个cost的美股周日报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 呃 订阅 分享出去这个youtube 在下个礼拜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希望在下一次 我还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就到这里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